最新消息 我国一项电力技术在取得新突破 闯世界之最 我国电力领域是什么水平 国际做何评价 近些年 世界范围内爆发能源危机 清洁能源和让传统能源低损耗技术成为各国的研究重点 由于需求大 我国在发展能源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据科技日报报道称 伴随着点火口令 操作员投入等离子点火装置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公司的660兆瓦超超临界二次载热机组工程 点火成功 这项工程两台机组发电量已超过22.67亿千瓦时 据介绍 该机组发电煤号 发电效率和环境指标都创下了世界纪录 超超临界机组比亚临界热效率提高5%到7% 采用二次载热技术又可再提升2%到3% 也就意味着更少的美好 能够达到更高的热效率 污染排放也随之减少了 团队在锅炉 气轮机 系统设计和控制系统优化方面 冲击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 不仅实现信息和控制系统完全自主可控 还在煤电领域首次使用智能发电技术 10人就能控制两台66万千瓦时机组的运行 再加上创新的智能控制系统 有效降低操作工作量60%以上 事实上 我国在电力领域起跑非常晚 拉闸限电极大的限制了工业的发展 起初我国的电力设备和技术都依赖进口 就连机组上螺丝都是进口的 到现在 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大国 不过我们已不仅限于传统能源 在清洁能源领域上同样异军突起 近日 我国发布核安全白皮书显示 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47台 再建11台 居世界第一 其中80%机组指标优于世界中值水平 在太阳能领域 中国是目前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地 总装机容量超过130亿瓦 全球60%的太阳能电池板都产自中国 虽说清洁能源是大事 但必须双管齐下 因为对于现阶段的我们而言 传统能源结构主导地位仍然不会变 为了减少能源消耗 我国必须发展出清洁高效的火电技术和设备 这一点上 我们又做到了领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